死就死吧 你要动手吗 我可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反正横竹都是死的 为什么不跟我去虚荣神宫呢 不是我们不想去啊 我和你去了 被别人看到我和妖神宗的在一起 到时候我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你们太狭隘了 人族和妖族 只要不从我手里抢东西 就不是我的敌人 但凡要跟我抢东西呢 统统干掉 就算你不在意 那妖神宗的人 看到你和两个人族的在一起 会怎么想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办法嘛 倒也不是没有 快说快说 你听没听过一个叫 妖穴记的秘法 不行 这可是我们妖族的大计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妖穴记是什么 只要妖族的人付出一些妖血来完成祭礼 就可以让人族拥有妖族的长相和气息 这样咱们就能蒙骗过关了吧 那帮我们完成一下妖穴记 它又没什么损失 只是付出一些妖穴罢了 为什么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啊 这小子 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 妖穴记的力量 可绝对不能被人类得到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施展妖穴记 但是接下来直到咱们从薰尔神宫出来 你们都不能离开我两里之内 可以 那好 我这就把妖穴放给你们 妖穴记的名文怎么画 你这么强应该难不倒你吧 连阵法都不会画 看来她确实不懂妖穴记的真正硬朵 来 来 我教你 这样 这样 这 莉莉 这个乌鸦子的血脉似乎不简单啊 完成 好了 乌鸦子 你是兔子族的 我可是神血妖狸一族的 祖上是天脉传承太古血脉 你懂吗 竟然是天脉传承的神血妖狸 有了神血妖狸的妖穴记 该做点什么好了 明昏海在妖险七发下 竟然宛如废水一般 伤古血脉 果然不同凡响了 六命进阶 你 你 你进阶了 可能之前 我在五命巅峰太久了 刚好现在就突破了吧 剩下的妖血呢 剩下的妖血 我先收在空间戒指里 放心吧 放心个毛啊 妖血一些神秘的作用 和我血脉的特殊性 不能落在人座手里 等从血远神功出来 我就干给他们 妖血直接拿回来 好了 我们走吧 乌鸦子是天脉传承太古血脉 一旦解开妖血的所有封印 我不融合妖灵 也能拥有妖族的太古血脉之躯 喂 你 你又进阶了 真奇怪啊 可能 是我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吧 胡说八道 等世界要结 必须干掉他们 你们不是为了虚影神功来的 那干嘛来这里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附近很危险吗 虚影神功 我之前倒是听说过 它曾是一位上古大能的行功 这座行功 每隔六年便会开启一次 其中宝物极多 也暗藏凶险 每当开启之时 便有无数的强者蜂拥而至 距今大概六十年后 妖神宗会进入虚影神功 开启那位大能的宝藏 我问这种问题干啥 以你们的实力 进去虚影神功也是死路一条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十分之地吧 那刚才那两个家伙 是在追杀你吗 也是为了那什么虚影神功 追杀我 那两个蠢货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妖神宗共有六个灵电 他们是火灵电的 我是雨灵电的 之前我在虚影神功附近 弄到了一件不知名的物件 他们非要抢 被我弄死了几个 这不他们的人就开始追杀我 光是那两个 我轻轻松松告辞他们 但是干了他们 我就暴露了 知道吗 所以我才懒得跟他们动手 不知名的物件 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你们两个也才天命 就给你们见识见识 就是这个 怎么样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我敢肯定 它肯定是个好东西 红烟石 你认识这宝物 当然 这红烟石确实是件稀有的东西 非常罕见 但是它也算不上什么宝物 顶多用来锻造个无品宝器 这不可能 你得夸我 我不信这么稀有的东西 不是宝物 稀有不一定是宝物 你不相信的话 去翻一翻神将阁的降神书 第七百六十一页 降神书 我这就有 七百七百七百六十一页 这 感情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弄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还为了这东西杀了几十个人 看来以后打价钱还要读点书啊 去去去 我最讨厌让我读书了 我家老头子整天让我读那些破书 我都快烦死了 不过既然红烟石这么稀有 那拿去卖给我的那几个死党好了 他们肯定也不认识这玩意儿 没想到你小子只有天命境界 但是见识还不错啊 这就是读书的好处了呀 你就这样跑去虚影神宫 肯定一无所获 难不成 你对虚影神宫也要了解 一点点 虚影神宫外面 是千换迷魂阵 无数的武宗强者都破解不了 没法进入其中 不过 也有人无意中进去了 抢了不少好东西 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进去 千换迷魂阵 并不是什么难以破解的阵法 但是我们两个天命境界的 过去也是送死 还是算了吧 这无牙子看着就不靠我 到时候就算拿到好东西 骨气也轮不到我和小米 你真的能破解千换迷魂阵 没骗我吧 要不你把破解的方法告诉我 我去弄到了好东西 分你一半 怎么样 千换迷魂阵有一千多种变化 每一种变化都有不同的解法 每一种变化都有不同的解法 我把这些都跟你说完 你能记住吗 你也离这么端着 肯定有坏主意 那不如这样 我带你们去虚影神工 你帮我破解千换迷魂阵 所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对半分 不去 不去 这是非之地 咱们还是快溜吧 等等 如果不跟我去 就死定了 点穴已经到事情解开了吗 小羽 睡懵了 你还看 我又不知道你是女的 谁让你一直假扮男人 你连 你 算了 今天的事情 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没事了 那咱们赶紧回去吧 免得兄弟们担心 也不知道咱们转到哪里了 不过 这山谷里灵气充裕 倒也算个宝地 小心 你放开我 不想死 就别出声 那几刀气息极其强大 也不知道 我写下的法阵 能不能避开他们的感知 能不能避开他们的感知 哼 那两股气息消失了 刚才那两股气息太弱了 估计跟那小子没什么关系 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不干掉他 难解我心头之恨呢 管他是不是 这两股气息突然出现有消失 肯定有气球 咱们好好搜搜 是妖族的强者 他们至少是天传近的 一旦靠近到我们三丈内 很可能识破我们的隐意 不 不 过来了 好 看那边 看来他们的目标不是咱们呀 快把我放开 世纪从全 刚才的情况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此地不宜久留 趁那两个家伙不在 我们赶紧走 想走 你们 是哪个神宗呢 云神宗还是火神宗 什么时候到我上后呢 我竟然毫无察觉 他的实力 还要在刚才那两个家伙之上 这家伙一副手 就能看掉我和小云 得小心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我叫乌鸦子 已经八十多岁了 算起来 你们都应该喊我爷爷 我问你们话 你们居然不回答 还来问我 八十岁 很多妖兽八十年 都还没开启灵智呢 你在妖族之中 也就是个未成年的小孩罢了 你 你们不也是小孩子吗 你就不担心 我把你们两个全杀了吗 你们才天命惊而已啊 要杀我们 你早就可以动手了 算你们运气好 碰到了我 既然来了大世界 我们就已经做好 死一次的准备了 无所谓运气好与不好 你们人类倒都是 挺不怕死的 你们身上 居然有时空波动 不过你们放心 我跟你们无言无仇 不会无言无故对付你们的 你们也是为了 虚映神功来的吧